麦子玄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成都挥之动力的刘德宝 咱们这次课呢 主要是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 VBS编程里面的文件系统对象里面的什么样 针对文件夹的操作 针对文件夹的操作 那么呢我们跟之前的课程一样 用VBSedit这个工具 给大家直接做代码的什么演示 我们说过学习的时候 最好还是根据什么代码来做参考 这样学的才快一些 其实你看帮助的有好多东西 其实可以自己去看帮助看到 但是的话我觉得 你了解到哪些是你真的需要学的 会更简单更方便更快捷 那么还是把edit打开 接下来呢大家看一下 我想创建一个文件系统对象 那在VBS里面代码是这么写的 首先你定一个变量FSO 然后的话呢用set的方法 FSO等于什么呢 创建一个对象 文件系统对象 那么用s固定写法 你这个其实不是区分大小写 其实你可以写写 可以写写不所谓的 我这里面习惯性的大写了 接下来呢比方说我们现在 现在在这个 我想在C盘的根目录下面创建一个什么 创建一个文件夹 那么可以用F等于FSO点什么 创建一个文件夹 C盘的根目录下面 所以说你把录音地址给它 test 好 执行完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要把什么FSO这个对象 怎么 所在的内存释放掉 OK 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看看 好 我们看一下C盘根目录下面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呀 test出现了 有了对不对 好那这里面呢 会存在一个问题 大家看一下啊 如果说我也不知道 原来有没有这个文件夹 我直接点运行 大家会看一下 它说已经存在了 那这次代码执行就会出错 那么我们想让这个脚本 是不是整个更健壮一点 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先判断 有没有存在这个文件夹 如果存在 就不要创建了 不存在就创建 对不对 那这次该怎么做呢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演变 首先 我们来判断这个存不存在 fsofault 是不是exist 是不是存在 存在后面跟什么 跟你所要判断的那个文件 所在的路径 是不是test 如果说它存在 打印出来一句话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什么呢 这个文 目录已存在 好 否则呢 L是什么呀 message box 目录不存在 现在开始创建 现在开始创建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是跟什么 跟咱们这一段 对不对 这样写的相对来的 就会什么 健壮一点 好 后面跟什么 endif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效果 好 我们执行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运行一下 所以目录已存在 程序结束了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什么 文件夹把它删掉 我们把这个test的文件夹删掉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再运行 这次他应该提示是目录不存在 现在开始创建 看到没有 搞定完了以后 哎 这次再看 是不是出现了 所以这样的写法呢 就显得我们这个脚本非常健壮 非常健壮 对不对 那么同样的 我现在把它改成一个函数来操作 就让它更具备通用性 这次该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 更具备通用性 好 这次我们这么说 你看啊 我就把它给改造掉了 呃 我们把它写成一个sab过程吧 sab 然后呢是什么 c-r-e-a-t create什么样 fault 哎 假如说我们起这么一个名字 后面跟什么 跟你要传入的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什么呢 是我们fault的什么样 name 或者是一个是pass 一个是name吧 一个是fault的一二 pass 还有一个是什么 fault的一二 name 传两个参数 and sab 好 那这个地方就需要注意了 你肯定是要把它改成两块了 一个是我们的什么呀 pass 连上我们的什么呀 fault 对不对 连上我们的fault 那这个地方呢 一样的道理 好 我们在调用的时候 我们来试一下 sab cr 我们直接调用 大家看一下怎么做 cr e-a-t 什么呀 fault 后面跟什么 跟我们的路径 c盘 再跟什么 name 假如说叫做fsotest 好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 好 目录不存 现在开始创建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它的名称是不是c盘下面的 有一个叫什么fsotest fsotest 有了 存在了 大家看到没有 好 我们继续把它删掉 好 那这个代码呢 写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通过fso这个对象 可以用来控制我们本地目录的一些什么呀 这个生成过程 生成过程 这个的话在我们这个自动化这个测试过程中用的还是蛮多的 这种方法用的还是蛮多的 呃 现在这段代码大家能够看到的是什么是使用了一个是过程sab过程没有返回结果的啊 然后呢 利用它来创在本地系统里面创建一个什么呀 这个文件夹啊 创建一个文件夹 比方说如果说我们后面做这个自动化测试框架的时候呢 其实就可以什么 做自动化测试框架的时候可以什么把这个对应的什么需要默认生成的什么呀 文件夹之类的一些东西的话可以自动去生成 我不需要每次手动去创建 我直接调用这个代码就可以啊 所以这个呢是针对我们fso当中什么文件夹的操作啊 fold的操作 那么下一次课呢 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file也就是文件的操作啊 文件操作 OK 咱们这次课呢就给大家讲到这个地方啊 谢谢各位